下面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 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我们这次能够来到印尼、雅加达、广度有缘、广街善缘 也是我们累世的因缘所造啊 四月的英尼气候温暖 花开茂盛 给弘法带来了春天般的暖意 心中有佛 烦恼灭除 让我们用佛法来改变人的观念 想通想明白 为社会、为社会、为民众、为国家带来吉祥如意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心意 在学佛的路上 我们要勇往直前 克服心中的烦恼和忧郁 用自我的能力改变自己 这就叫开悟 用平衡的心态 想明白 想通 那就叫解脱 现在全球 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人数 在死亡率 仅仅艾滋病就有2500万人 每一年 每天全世界平均每秒钟 就有20人死亡 因车祸、忧郁症、自杀 艾滋病和各种癌症死亡的人数 已经造成全世界每天有16万人死亡 很多人想不通 得了忧郁症 所以用佛法 让我们想通想明白 知道这个世界来无常 去无常 一切都在无常之中 让菩萨的智慧 让我们想通想明白 这就叫解脱 这就叫希望 希望我们摆脱人间的烦恼 能够成为我们伟大的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好佛子啊 所以要明白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因果 学佛就是要彻底的了悟这个世界的真谛 因为这个世界 每天发生的一切就是一本大藏经 知音懂果才能让我们跳出轮回 不造星夜 广结善缘 就会让我们自己心中拥有无限的心灵健康的空间啊 学会心宽 世界对你来说会变得更宽 学会脸要宽 你一辈子不埋怨 学会笑脸 你一辈子不会跟别人翻脸 学佛就是要让我们正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回避压力 不挑剔辛苦 命运本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 面对失去 我们要更加的努力 面对好的运气 我们要学会低声下气 得失随缘 让这个人生活出一个佛性 活出一个慈悲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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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